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4月1日,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演变节目,接着给大家谈谈更多的消息和评论,现在的消息非常多,我刚才看了一个新唐人的电视节目,因为我要看的内容太多了,看的不是太仔细,他讲到一带一路,一带一路现在出问题在印度尼西亚, 说是中国搞建设,到一些国家去搞一带一路,其中就是给人家贷款,贷款然后人家要买他的产品,而且人家要给工程项目给他,然后呢,还允许他把中国的牢带到那个地方去干活,当然也包括聘当地的一些老百姓,劳工,干的时候就按照国内那个办法, 往往是不顾及人权啊,这个国内往往,我是印象很深刻,动不动大干,就是加班加点啊,你不加班不行啊,快下班老板说,今天都别回去了大干,要抢活, 尤其是服装产业啊,在那个年代就三来一步啊,来掉加工,是吧,要赶这个船,这一船的衣服,比如说都是抛罗的吧,加装完,加工完了以后,你必须按时给送走,连夜工人都干一夜,东北也讲到干一行,你不干不行,不干工作就没了, 你要在美国加拿大就不行啊,我估计他把这套东西就是,这个,压榨这个工人的血汗,就办法带到非洲去了,是吧,或者带到其他一些,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, 今天正好是印尼总统来了,是吧,这很有意思,刚才我就想到这个问题,等一会儿我再看看这个电视节目,他想是,当地的工人好像因为欠行闹事,甚至把中共大使馆占领了啊,我看这个可能夸张了一点,但是他有个镜头,就是大使馆门前挂的,就是那标语,抗议标语,甚至讨薪的时候,人家也有办法直接吃枪讨薪,是吧,等等,这非常有意思啊,这说明什么, 就中共把这套东西啊,就带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,是吧,啊,就是,完全照观中国国内这套东西,这挺吓人的啊,呃,肯定会激化,就矛盾了,那么这次印尼总统来,就和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种巧合,还是碰到一起,还是真,是这个原因来的,咱不知道,因为中共官媒每天都是虚假宣传,你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,是吧,讲不清楚啊,等一会儿我再看,这个事先是未定, 肯定是,这个出事啊,也就是一带一路肯定出了很多问题啊,只不过人们知道消息是顺少啊,这是一条消息,那么今天我看到了这个,看中国网站,今天有一条消息,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可惜的,为什么,因为这个人现在在美国,在美国被判刑,由于在自由世界,自然而然有些背景情况就披露出来了啊, 他讲到江泽民的恩公,就有恩于江泽民,江泽民爬上来就帮助他,就李先念了,李先念家族啊,两位前女婿被判重刑,哎,这个时候这是一件大事啊,一件就是过去没有看到的消息啊, 因为他现在在,既然来到这里了,肯定有一些记者就可以,用那些儿子采访的好的行为,要在国内,往往抱着料都一半这一半假呀,讲得清楚,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啊,他这里讲是,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老婆的侄女婿, 北京天上人间叶总会老板,就是秦辉这个人,啊,亿万富豪,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,前几天都,大家都知道被判刑,指控的是政治捐献,移民欺诈,围造身份,好几个罪名啊,呃,多个罪名的家审,你就下来了,结果呢,盛传,他就是李先念的前女婿,啊,这个人啊,那么还有个女婿就是刘亚洲, 怕了武器了,这次他肯定出不来了,只要你出不来,在中国内,你这个真相永远就掩埋了,你比如说,如果习近平给他儿子提供上来了,歇斯棚里边,然后怎么,这个,他儿子,随着他儿子,是,有的是,谜题讲说,现在江苏省,宣传部,不是挺高的,啊,有的那一个年轻人,你看二十大主席台上,中间最后有个男的,小小伙子,啊,挺年轻人,戴个口罩,我估计那就是,呃,很快就会出来了, 你们,如果不相信,等着看嘛,我跟你讲,如果他真正如愿,他家族统治中国了,你刘亚洲,你觉得他死在监狱,就没有希望,啊,我要讲这个事,像秦桂这个,他算幸运跑出来了,他判刑了,不管怎么样,我看那个结,结论他行,他留一条生路,就说你,美国给你赶出去了,你到其他国家,到其他澳大利亚也行,到加拿大,你呢,就是能活着,对不对,你就回去倒霉了,回去他给你, 你,关起来,还有关于真相,永远不披露了,这不管怎么在透露的真相,他讲到什么,就天上人间,这个我听说了,啊,以前他是,就是这个,黄斗独立场所,是2010年5月,就傅政华当时,呃,到一上任才74天,呃,因为傅政华,据说是因为,处理令计划这个事,内部,啊,其实令计划倒霉,啊,也是真相,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,应该,我估计,看习近平对李克强, 他吓着手这么狠,我估计是习近平派系干的,就被,令计划的儿子干掉了,是吧,所以令计划他不信任嘛,在这个,不信任这个各个派系,他自己找,中央警卫这个职业处理,是吧,处理他那个案子,因为有可能,完全有可能,我告诉你,政治斗争是很残酷,残烈的,不是习近平干的,也是喝起来的人干的,我告诉你,当时把他儿子灭了,然后就,最早就摇眼,说他儿子,当时找两个女儿在车上,什么,裸奔什么,我不相信, 谁开车在车上,整个女的,一边开车整个女的,找死啊,你就想想,这一看都不符合人家常识的,你只要有个社会经验的,你不管是驾车啊,男女这些事,你怎么可能就是分析,你这就是胡扯这事,你看,但有人相信, 说是青海的一个女人,漂亮,把令西华他儿子搂着,就开车,撞撞撞,那不是,他这个车后就是他的政敌,就是根据他手机信号,小孩没经验,就想干掉他,干掉他,咬乱什么呢,这个令西华的势头,啊几乎,胡锦涛的势头,这一看就明白,那当然反过来,令西小令子, 也是挑拨这个,王立军和不起来斗的,也是,也是一张,狗要狗,也是一样的,这都是,一个模式,我就跟你讲,但那些细节一看,都是胜利者写的,你们钱不要相信的东西,为什么有些人,你看,搞媒体,是那么有钱,整天,又是名车,豪车,又是,这个那个,那就是他拿了这个,就,这方面的钱,因为你就干这个,你不可能赚大钱,说心里话,就是穷王蛋,你看历朝那样的文人不都是, 你知道看到,突然间暴富了,一定是,是有来头,小鸡不撒尿,这种道,然后他讲的东西,我跟你讲,基本上是假,你千万不要相信他,干这个是最容易赚钱的,我说心里话,稍微心动一下,你断了几两骨粒,马上就暴富了,我就跟你讲,你现在找我的很多,就删,你删掉两个,删掉一个,就给你两千,就是,你这不是写了,现在我一万多个视频吗,有骂的,难受的人,每个星期都有,我就跟你讲吧, email都有的,什么都有,通过人找来,说你给那个,删掉,删掉,最少给你两千,还可以再谈,你想多诱惑人,两千,你忙活一个月就挣两千,但是你只要在这个问题上,你,你守不住完了,我就跟你讲吧,早晚得出事,这里也是有囚包机构,每天都盯了,美国也是, 为什么有些人,六四,除了在美国,一直不给他身份,你不明白美国FBI吃干饭的,民主转型以后,因为他们这样整肃,肯定了,我告诉你,现在中美还没开战,那开战,你看到,会抓很多人, 钱不要,不要以为美国,跟你客气,什么,好像不管你,他盯着你,不到时候,到时候,他拿出来后,你就很难逃了,我就跟你讲吧,你看那个,赵紫阳基金会,叫王这么军,这个家伙,我就说,是吧,人早就盯上你了,你想,就是魏京生身边,王军大身边,王大身边,那, 这个派系都有,我就告诉你,什么国民党,共产党,宗秦局,这个局里,都有人,我告诉你,盯着,就看,不出手,就加拿大也是一样,你看大葡萄那个赌场里,你什么派系都有啊,是吧,国民党的,民进党的,共产党的,这个,民主党的,保守党的,自由,哪个党没有,也会卸,很复杂的,这个一样,你关键是,你自己的, 你看你选择什么路了,我讲这个意思啊,我们来看看秦辉这个案子,确实我跟你讲,这是很大的案子啊,因为他这个,今天我看的这个,这个报道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可信的,你比如说他讲这个,这个,这个, 傅振华,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名堂,因为他想,他想霸解些上来的,这个忽温时代上来,对不对,他扫到这个贴上人间的目的,因为贴上人间这是一个, 华里胡说的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平台,是吧,大家都知道,人家,人家,人家本性不都吃喝玩的, 我哪人不是,要给咱们大了当官,你也躲了,我一样,就不用讲, 讲好电话,是吧,给你一个公安局局长,建当委书记,你说你,你,你不整天喝毛特酒啊, 你,也不是一样吧,这都是制度问题,是吧, 他就讲到,这个叶总会,呃,出了事,里面都干嘛呢, 他经营权贵在这里消费啊,说,给的小费都是,那都成捆的论小费啊, 一消费就几万,那几万都是少的啊, 你看,在深圳八十年末,九十年末初,呃,我闯深圳的时候, 经常去认识一些人,早到是,就是,只是听他们讲, 吃饭回来的人讲,那一餐,说当时八十多万, 然后就,经营带,一顿饭花,八十多万, 但对面富豪来讲算什么,小手指动一动,如此而已的, 比如说,你说是不是,你看郭和年那个儿子郭孔诚呢, 他超有钱,我和他这一所吃过一次饭在大连呢, 我跟你讲,郭和年带的儿子郭孔诚呢, 就那个,这个和大连那个国品公司搞那个可乎可乐合作的时候, 当这一个,在一个时候,我朋友们就他呀, 他就是,就那么警觉,我就,我当时就觉得, 这奇怪,他那么健壮,那么潇洒,一个大罗塞胡, 他怎么那么警觉呢,后来我就发生了, 就是那绑架李嘉诚的儿子那事啊, 他看过身体,我那时候挺健壮,年轻, 这个东北人,他害怕,那人不再了解, 突然这么一个穷记者,记者在香港不算什么, 是吧,这大路就了不得了,因为那国品公司那老板和我关系好啊, 是吧,还邀请我上这桌和他做一些, 那郭和年那老人家特别好, 那和他儿子不一样,他儿子还只有等级观念啊, 那种,这个,还是不如他爸爸的老, 这个,老上场游着厉害啊, 这确实不简单,那些一般口味厉害啊, 后云东我和他也,也结过一次, 但是不是一起吃饭啊,叫做稀里话,是近距离, 那些,这些大富豪都不是一般, 但他们后代都不行, 后代源源不如我们想象, 今天我给你们扯, 你像他这个时候也是讲什么, 讲了半天他为什么敢,就是搞这么大的动作, 原来这个副政王为了霸击这个胡温啊, 然后就讲到秦魂这个人后台, 讲了半天是李先烈的家族了, 我说他怎么生意做这么大, 你看习近平逗李克强, 他从一开始就让王晓鸿到河南, 王晓鸿到河南就搞什么, 不是一样吗, 也是搞这夜总会, 他是要抛李克强的老草, 递狗的, 他俩斗了, 九远年代就开始了啊, 我跟你们讲一点都没错, 这个人非常好, 他就讲, 当时这个里边的夜总会里边陪四女, 坐台费就是五千, 五千都少了, 你大连那些不很多吗, 那都是那当官他们的, 当时有钱的人那个年代啊, 那些事儿, 就是零五年天上人间的头盘, 画魁叫梁海灵, 就是那个, 就陪四女当中的, 就是最漂亮的, 是吧, 这种风情万种这种人, 说他手下千万子财产, 那不算多, 还有上亿的都有, 对不对, 那不算什么, 那点个看法年代, 你到东莞, 你得去看看吧, 那社会, 哎呦我天, 我太奢华了, 这篇文章讲说, 1996年3月两会期间, 说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两个副局长来到天上人间消费, 结果期间和天上人间的保安大打出手, 其中一个副局长打电话, 调来的特警两个分队, 把天上人间为一个随屑不同, 就亲会一个电话, 救兵立刻赶到各警分队一见秦的救兵乖乖剿接, 原来秦这么厉害是什么原因, 他就是秦找到林家梅, 就李先念他老婆, 那可不可以是吧, 李先念他老婆, 小手指动一动, 江泽民吓的, 是吧, 林家梅随后打电话给了江泽民, 江泽民叫游蜀柜去救家, 那可不可以是吧, 在中共国, 你有的权就是爷爷, 什么法律啊, 我看了这种事在东北多着呢, 你看那个岳其风在这个黑北江当书记的时候, 他那个儿子做到什么程度, 在楞江那个地方, 奴业银行花花花花花里, 就是贷款给他送钱, 送钱他就玩, 就是玩海埋的那个, 干那些项目, 其实都不能讲, 我就跟你讲嘛, 这共产党这个制度就是这样, 你爹要是审理书记, 你这样那个神就是爷爷, 你就随便呼嘱, 你爸是大连市市理书记, 你这样, 我瓜瓜为什么当年牛, 他爹是烈了, 你看他现在随大连, 是不是啊, 此一时彼时也要, 我就跟你讲, 你有权你整别人, 你没权有可能别人整你, 整你那天你可怜兮兮的, 你怀念过去那个年代, 那个年代不可能再回来了, 我就跟你讲, 就西方政权做到今天和美国在南面就一战了, 这一战我跟你讲, 共产党就完蛋了, 你们再看到的时候是一个像中华民国那个时期的时候, 我告诉你啊, 这一天你基本已经透亮了,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忽悠你们啊, 研究政治, 研究了多少年, 你们有几个, 我这个经历, 我讲不是吹牛皮, 我为什么能看到这个事, 经历过, 对不对, 商场, 这个官场, 情场, 就叫山场的破事, 是不是啊, 当然有很多高人, 不敢出来讲, 不愿意出来讲, 咱们不怕得罪人, 我要告诉你, 这个人非常挺有意思, 讲的那一幕, 还是可信的, 他讲的情婚, 他的, 是叫林家明是姑姑, 他姑姑, 你想想, 是根据他老婆, 林静的, 林静的这个称呼, 称呼叫的啊, 是林家明的弟弟叫林静, 小时候在北京中关村二小上学, 秦桧是他同学, 两人谈恋爱后来结婚了, 说他和林静呢, 谈恋爱的时候呢, 他的妈妈称是中关村二小的校长, 这个秦桧与李家侄女婚以后, 靠家的背景, 他家的背景挺不轻轻, 就像吴小活也一样, 吴小活就靠邓老平的这个背景上来了, 赚那么多钱, 说他的钱为什么给他抢光了, 这也是活该应该的, 对不对, 因为什么, 这次卧里斗, 那些习近平心想, 你啥本事, 你不就是这个窍取豪夺了, 哥们再把你窍取豪夺夺回来, 也无所谓, 说是啊, 这习近平就玩这个, 反正那种, 其实是温哥的, 红卫兵这套东西, 这给中国整完了, 我跟你讲吧, 没有什么公平和正义, 所以为什么老北京的驾车壮丽, 有些人, 因为这些人绝望了, 觉得没有前程, 一个社会稳定, 我感觉就是民主法制, 没有别的, 你看, 你想当官选举, 你看加拿大, 司法独立, 是吧, 虽然慢一点的法院判, 这样的整个社会就比较安定, 当然现在加拿大也社会不如从前了, 因为来的就难民了, 北美的还有太多了, 南美, 有些人根本不守规矩, 昨天不有一个, 晚上和一个女司机俩路弄, 他的胳膊主挂了一声, 给人拨打洞, 以前没有, 你看我98年就来加拿大了, 那时候加拿大什么呀, 现在什么呀, 所以这个共产集权统治啊, 就是南美特别累了, 就这些人, 这些国民要来了, 基本上他们都扭曲了, 你看中共国内老百姓的那个心灵, 就不一样, 我到处走啊, 你就看着中国那个女的, 她只要和你一接触, 绝大部分是看, 你手腕有名劳力士, 你穿着是不是名牌, 他马上注意这个东西, 你能利用价值啊, 他们好像很少关心政治,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, 正义感, 真正是为别人的, 就是不是自己亲友的人的, 这种处境感到就是, 就能伸张正义的, 帮助你喊良嗓了, 或者支持你, 很少, 他们都是, 都是实际利, 特别是你失望, 我就跟你讲, 你很难找到共同缘, 就是这个不要怨他们, 就是国民党统治事情太久了, 这个社会人烦了, 人心踏踏地毁了, 我就讲, 你看人家的, 这个加拿大的, 存当地的这个老外, 哎, 你就不知道, 他好到什么程度, 我不是跟你催你, 你咱的邻居, 因为去年, 我在那个, 游戴在车库里做, 我现在不做了, 我在车库里做, 不是太安全, 他老外, 他都不知道干嘛, 后台看啊, 你是做那个直播, 他就马上给他家的, 铺里一个, 就是一个大的, 木板子特别大, 他说, 你做背脚, 他扛过来了, 很重啊, 而且我还没用上, 他大, 你把那个, 后人的照片, 放这上面, 就写大气了, 自己扛过来了, 完了, 因为北来想, 给他点钱, 不要, 哎呀, 我这太有经济, 你说他们怎么这么好, 他们, 就这个单纯, 就是这个, 人人都是, 白旧文, 说难怪, 你在加拿大, 问白旧文, 公民都不知道是谁, 为什么, 人人都是白旧文, 白旧文算什么, 那北来就是一个白旧文, 有什么, 到中国去, 卸人行行, 刀捡人去救人, 甚至当医生, 那就应该的, 那不都是吗, 只留在中国, 我跟你讲, 在共产党搞完了, 说但是, 大家不要, 失望, 这一天来了, 共产党, 他就夸了, 你就看见这些事, 包括他前回在美国, 他移民美国, 美国, 美国是法律制裁的, 是吧, 这很有意思, 这个介绍他家的背景, 说他爸妈妈是, 中关村二小的校长, 你想, 这些学校, 可能都是贵族学校了, 说18年, 服务师杂志, 秦桧多少钱, 18亿美元, 这都是第一只财物, 就跟你讲了, 他有啥本事, 他整个五多钱, 说后来在香港和美国发展, 基本上在纽约和香港, 说成了隐形符号了, 说李先念是谁, 这里可以跟他介绍, 就他家这些事, 我不相信介绍了, 这是今天我看到, 比较好的一篇文章, 他这里最有意义的一个情节, 也就是10年, 福正华看到了苗头, 因为他在与江派的斗争当中, 胡温当时站在上后的, 他就想投靠新主子, 说正在察言观色的情况下, 先拿天上人间作为, 汗水测温, 是最保险的办法, 你想公安局那些人, 我都接触过啊, 一个都六经八卦, 那男人不都失礼, 都为你失徒, 为什么他都想靠个靠山, 判断好自己爬上去, 说爬上去整个口味, 然后在当地吃喝玩, 那个大连的公安, 那不都是吗, 你只是咱们了解的太多了, 不好意思讲就行, 你想我当年住那左边的邻居, 六位邻居, 那不全是公安局局长, 副局长吗, 王静庭, 王永坤, 那不全住我隔壁吗, 这都是王建林的房子, 这个事你问王建林, 是不是啊, 他们怎么住上来, 你去问王建林吧, 是吧, 我不讲了, 我也讲, 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, 我心里话, 我都看惯了, 就是官场商场这些事啊, 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制度问题, 为什么因为台湾不能和你统一, 你早就想统一, 就是政治制度问题, 为什么美国和你干仗, 政治制度不能对击, 因为你这个和人家合作这么多年, 做生意, 光做生意, 生意做到一定成, 困定有纠纷, 纠纷靠什么解, 也就是靠法律, 法律人家是讲证据, 你讲政治, 你俩能不打仗, 你肯定是干仗, 不可能的, 这未来的世界, 要是冷战的话, 就好, 就得分两个方法对了, 你玩你, 这你西兵为老大, 那边是人家, 是川普, 是拜登的无关解药, 自由世界, 基本上是这样, 我觉得, 但是, 如果那样的话, 中国老百姓好受苦, 以后你很难再出来了, 什么, 想改革开发年代, 想走就走, 就习近平他儿子上了以后, 肯定了, 我跟你讲, 你就看他现在搞到这个地步, 要是他儿子真的上了, 就哪怕彭源真上来了, 你, 你再批评习近平的话, 你这个就要掉脑袋了, 你看北韩都下了, 那个金正智那个金家那个照片, 那个画包照片, 你给他折叠, 中间不折叠一个印吗, 就是派行的, 美国那个人不就是, 整了监狱的时候, 最后放了死, 死掉, 对吧, 卡特去给客头放了, 你就想这是什么时候, 你不吓死人了, 你想想,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老百姓要走线呢, 你看那个走线, 走线那个人, 那个37岁就美国自己采访那个男士, 那个年轻人讲的多好, 他就很寸朴的讲, 他说为什么你失望, 他说我一看西平连任了, 这不完了吗, 可不是, 你连任了不就是皇帝吗, 这国家能好吗, 是不是, 他一定要走线啊, 你看有个小孩拖着要走到的来, 为什么, 就为了后代, 不顾准不过屈辱的生活, 给人磕头了, 你就想在加拿大, 在美国, 你说你要是干不好, 约谁, 这里是打入朝廷各种约, 然后是海阔平均要天空阵鸟飞, 是吧, 你要是在这不成功, 你约谁, 在中国就不一定了, 是吧, 你要有人在这里, 先念这个后台, 谁都能成功, 我跟你讲, 是吧, 咱们回到秦和这个事, 秦和这个, 我就看他内部, 有些细节值得, 就是大家相信的, 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大胆, 他敢整个天上引起, 原来他是差于内斗, 这篇文章很值得的关注, 就是今天, 今天还有媒体, 我看过最好的一篇文章, 这里还讲到了这个刘亚洲啊, 还讲到了这个, 就是秦和最后的结局,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, 他说作为美国法院的文件, 你和美国一派, 特别透明, 让你知道怎么回事, 这就是公平的, 对吧, 就是秦和同意放弃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, 从此他们有这个绿卡了, 这个是最重要的, 因为你有个身份, 你说新里官在这呢, 你就有权益, 对不对, 说并被驱逐到美国以外的国家, 其实还是挺人性化的, 他肯定好几个护照, 如果来加拿大, 或者是澳大利亚, 他都可以, 对不对, 你看那个波西莱那个儿, 他为什么到加拿大来呢, 加拿大身份比较好办, 你在美国很难待下去, 是吧, 当然了, 中国民族转型以后, 我相信将来新诞生的人民政府, 也会有些事要做结论的, 是不是, 很多案子都要查清, 到那天就要查清, 林启发的儿子的案, 到底是谁干, 李和强怎么死, 你一定会查的, 我认为这都是罚案, 将来肯定有一个司法委员会, 对所有以前积攒的案子, 包括王剑之死的案子, 这个郭文贵的案子, 等等等等, 你现在都是7案, 太多太多了, 都要进行结论, 一定会这样的, 这一天已经即将到来, 秦会如果认罪, 将面临27年的间接, 我的天, 认罪后期, 刑期将下调6个月, 你看, 这个是在美国说心里话, 在美国和加拿大, 就是要遵纪收法, 千万不要犯法, 包括开车什么, 千万不要酒后驾驶, 当然你可以喝一杯啤酒, 就是一小瓶可以, 这里是你也不要紧张, 一旦遇到警察, 这样停车, 我就遇到一次, 才让我停车, 完了, 他一停车, 一看我这英文不太好, 他说, 你说英文不太好, 我说是不太好, 因为他说我超速了, 你开的不是太好, 我开了快了点, 他没罚我, 给我个警告, 我一直想他道歉, 因为他一看我傻了巴奇, 这个人就放了算了, 也没罚我, 要不就罚我95块, 95块我买一大包东西, 我多心疼是吧, 昨天我晚上到那个, 提摩登署, 晚上花了一块九毛钱, 我就想, 这个加拿大这个太好了, 这个花一块九毛钱, 就可以坐在这里, 可以三秤啊, 什么叫三秤, 秤电, 这个电影查查, 我得看好几个电脑, 电脑多的看啊, 三秤就秤电, 完了秤网, 这网也有啊, 还可以秤感情, 怎么看, 你看哪个老外体顺眼的, 完了就喝了, 不过男女, 到时候都可以聊天, 而且提摩登里的流量汗特别多, 发现社会边缘影, 流量的意思就是不太, 咱们讲就是, 懒汉吧, 就是我估计是拿那个什么, 肥鞠金的还是, 好像不是腿鞠金, 是不是地宝类型, 类型这种, 他整天就在这里带人, 一餐, 三餐圈在这里, 也没有家, 有家是什么, 租的房, 我估计全部家当, 就是一个增设, 牵个狗, 这非常有意思啊, 我遇到好几个男的, 男女老少的, 我和他聊天啊,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, 有的好像有点精神, 有点问题啊, 加拿大有加拿大的问题, 我只要是年纪太大了, 我不想那么辛苦了, 要不我要年轻的话, 就这个视频平台, 给你们采访采访, 保证暴涨这个汉的人, 我跟你讲, 我就不想那么累了, 真的啊, 我要告诉你们, 任何社会都是完美无缺, 加拿大美国为什么好, 就是因为它这政治制度, 中国为什么不好, 就是政治制度可能, 你看, 你这个制度能使秦桧, 就有这么多的钱, 他有啥本事, 你看, 他一出了事以后, 他先倒背, 他不敢回去, 他最大的悲严是什么, 今天不讲了吧, 就美国给他判, 让你驱逐到其他国家, 愿意受灵, 如果是美国有法律, 一定要给你驱逐, 赶回中国, 这是他最大悲严, 他就完了, 你包括公共工人现在忙活什么, 他就怕钱反给他整回去, 只要他能出来, 就说, 咱不知道的是什么护照, 是阿联酋的, 还是沙特的, 都比中国国好啊, 那是个什么东西, 我讲, 这是最黑暗的地方, 你进监狱就知道了, 哪有什么人权, 我对你讲, 没有人权, 你看那些关到监狱里, 那些领导干, 你都不能过那个生活, 他都不如那些黑社会老大, 经济又有种吃又喝的, 是吧, 因为咱们难管那监狱那个租长, 和我关系超好啊, 就等于在监督场, 他是一把手, 我是二把手, 是吧, 实际上我说了算, 我站岗, 我坐岗, 他也不坐岗, 但他是我的租长, 那个人分监狱, 断内学习二十七年, 你想想想, 老少了, 咱都叫他少皮子, 你叫他讲讲, 就是中国监狱, 监狱点的事, 我就跟你讲了, 真的, 在中国就是, 他就扔着制度黑暗, 最重要的问题啊, 全世界最好的政治, 就是美国, 加拿大, 自由世界, 七大公益国啊, 习近平正在和这个制度, 进行比拼的, 我认为他是说, 他根本不是个人, 他能听过人家, 是不是啊, 他只要挑起战争, 他就完了啊, 但愿他早一点夸太阳, 好, 谢谢, 再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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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